全红缠载训练 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倒计时80天之际 中国跳水队正有条不紊的进行训练 在王宗元 陈玉希和全红缠心目中 水花销失数其实是跳水运动员的基本功和追求目标 秘诀很简单 那就是专注自己 4月 中国跳水队在西安参加了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 此后派出不同阵容征战加拿大杯跳水邀请赛 和巴黎奥运会场地测试赛 大部队则在北京调整训练 进行巴黎奥运会前的最后冲刺 王宗元在东京奥运会上和谢思义搭档 获得男子双人三米版冠军 自己还摘得单人三米版银牌 此后在国际比赛中保持优异战绩 他透露 我目前处于恢复体能和有导动作的阶段 然后会进入自选动作阶段 备战过程就是认真执行教练的训练计划安排 对于王宗元 陈玉希和全红缠三位名将来说 巴黎奥运会都是他们的第二季奥运会 对比东京奥运会前的自己 22岁的王宗元认为 如今的我心态更加成熟 在赛场上面对困难时 能游刃有余地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巴黎奥运会上 我希望能够有所突破 在单人和双人项目上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17岁的全红缠说 我对于巴黎奥运会比较兴奋 毕竟这几年自己成熟了不少 体重和身高的变化挺大的 训练水平有点下降 需要在以后的训练中去克服这些 我希望能为国争光 陈玉希练习举腿 18岁的陈玉希说 能够代表中国队参加奥运会 我觉得非常荣幸 骄傲 我希望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展现出体育精神 把专注度放在每一跳上 努力去提升自己 为国争光 在技术层面 中国跳水运动员所掌握的水花消失数 经常令观众赞叹不已 陈玉希表示 这是运动员从小就去练的基本功和追求的目标 只需要我们多去练习 在训练中去努力不断提升自己 在比赛中放平心态去拼搏 把自己的动作跳好 不想太多其他的事情 全红禅补充道 分析中国跳水运动员的性格特质 陈玉希认为 是性格沉稳 敢于拼搏 王宗元说是坚持不懈 永不放弃 全红禅则笑着表示 他俩把话都说完了 我完全赞同 陈玉希和全红禅 这对女台小姐妹 面临着成长的烦恼这道难关 虽然年龄增长 身体变化而导致体能下降 技术不稳 训练质量下降的问题 但俩人在平时的训练中 彼此鼓励和促进 在场上我们是搭档 是对手 但在场下 我们是聊的最好的队友和朋友 全红禅说 陈玉希说 有竞争才有提升 感谢全红禅的出现 没有他 我可能也不会有今天的水平